提起新朝皇帝王莽 后世对他的评价分为两个极端 有人说王莽就是一名篡权的乱臣贼子 因为自己的无能让老百姓民不聊生 他也因此被后世痛骂 也有人说王莽是一位伟大的时代变革者 他的思想是远远超越当时时代的 只不过碍于时代背景的束缚 最后遭遇了失败 王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今天我们来详细地解读一下 西汉自元城时代以后国力衰微 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在这种情况下 西汉王朝的主政者和一帮既得利益群体 不但没有幡然醒悟 反而不停地在王朝的伤口上撒盐 皇帝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娇奢生活 对于朝政一点都不上心 在那个时期是外戚专权的时期 也是地主豪强们大肆兼并土地和人口的时期 这种行径让老百姓根本没有活路可走 作为国家守护者的军队 更是彻底垮他 西汉实行的是征兵则 所谓的征兵制 是依靠行政手段强行为国家补充兵源 但征兵制对官府管理水平要求比较高 必须对辖区的土地和人口 有着强大的控制力 如果辖区内的土地被地主们兼并 人口大量逃往外地 征兵制就玩不转 不幸的是 西汉末年的土地已经牢牢被地主们绑控 大量的农民变成流民 根本无处征兵 既然征兵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走募兵制 募兵制是一种封建雇佣兵制度 老百姓自愿报名参军 国家出钱给士兵发军饷 并免除士兵家中的赋税和摇曳 这种制度能极大挖掘老百姓参军的积极性 在西汉初期募兵制是行得通的 那时候名将频出 是一个上武的时代 民众参军意愿比较强 当时的国力也能支撑募兵制度 而元成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有一位名叫陈汤的汉将 犯我强汉者 虽远必诛就是出自陈汤之口 他经常带领手下的精锐远征欲外 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 这样的汉将放在汉武帝手中 绝对会加官进爵来表彰其功劳 但在汉成帝刘傲和宰相宽衡的眼里 陈汤是一个不听指挥 全身都是毛病的人 因为陈汤在征讨匈奴的时候 经常自作主张 在当时的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 如果凡事都有听从朝中的命令来做事 早就被匈奴灭了八百遍 所以在外打仗的将军 要具备相当强的自主能力 但这种能力 在汉成帝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尽管陈汤战功赫赫 但最终被罢官下狱 好在朝中的大臣为其求情才逃过一死 最终被变为庶民 在刘傲的昏庸统治下 毁掉的不仅仅是陈汤这一员大将 而是把整个军工体系的根基连根拔掉 把汉家子弟通过为国征战 换取功名的道路给堵死了 自此以后 要想做官 就只有熟读《四书五经》这一条道路 如果没有人进行起死回生 这样的王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大汉进入末日的前期 王莽降临了 王莽盯着救世主的光环出现 让黑云笼罩的国家看到一丝光亮 也让老百姓对未来拥有了一些期待 王莽自聚军 魏郡元成人 生于外戚家族 他的姑母就是刘氏的皇后王正军 王家之所以能在元城时代成为最有权势的外戚 靠的就是王正军 他是刘氏的皇后 也是刘傲的生母 刘氏死后 王正军成为了皇太后 他的长兄王凤被封为司马大将军 王商 王坛等另外五个兄弟也被同日封侯 他们兄弟五个被成为武后 一时间 王家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士族 直到西汉灭亡 王家一共出了五个大司马 九人封侯 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朝政 当时王朝的话是人不姓刘 而是姓王 手握大权就会变得骄横跋扈 贪财捞钱只是基础操作 欺男罢女 对他人生杀语夺 更是稀松平常的事 无论历史如何更迭 这一点从未变过 西汉末期的权贵阶层 已经腐化的不成样子 他们贪图享受 崇尚奢静无度 声色犬马的生活 而且热衷于炫富攀比 尤其是在三百多年后 才会成长为庞然大物的 士族门法制度 在此时已经发出萌芽 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 官身贵族 视平民 奴婢为鸡犬 甚至以灵虐 杀戮 这些贱民为乐 为荣 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王家作为权贵之首 在这方面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 当时的王家 在社会上名声极差 人人恨不得得而诸之 但王莽就是个例外 尽管他拥有了 骄银奢侈的资本 但依然保持着 低调谦逊的行事风格 而且生活方面 非常节约简朴 和族内其他人 完全是两个极端 据汉书记载 莽群兄弟 接将军五猴子 诚实齿米 以与马声色 意犹相高 莽独孤贫 因折劫为公解 受礼精 诗室配骏沉身 勤身博学 被俘如如生 弑母及寡嫂 养孤兄子 行慎赤背 又外交英俊 内侍诸父 许有礼意 这样的王莽 让王正军和王凤 深感欣慰 将其视作王家 下一代的接班人 并大力扶持 这就使得王莽 刚刚三十岁时 已经绝封新都侯 还身兼齐都尉 光禄大夫 世忠等数个要职 到了隋和元年 叔父王根并重使 更是推荐了王莽 担任了大司马 对于王莽的品德 很多人都有质疑 认为 这是他为了走上高位 而刻意包装的人设 骨子里是一个伪君子 人们之所以 对王莽的好品质 产生质疑 是因为汉代 是一个伪君子滋生的时代 这和当时的人才 选拔制度有关 当时 西汉选拔人才 实行的是查举制 这种制度的核心 是道德为上 才学次之 也就是说 只要道德水平足够高 就可以被举荐为官 如果道德层面存在瑕疵 即便你的能力再高 也不会被举荐为官 这其实是一种 非常迂腐的制度 后来 打破这种制度的人 是曹操 在选拔人才的时候 曹操实行的是 为财事举 只要有能力 就可以被提拔 这种观念 严重冲击了 人们的传统思想 这也是曹操 被后世描述为 奸雄的原因之一 所以 以想在汉朝为官 首先要把自己 伪装成道德玩人 只要道德层面能过关 即便内心是一肚子 难道女昌的思想 也不要紧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24校中最神奇 最搞笑的故事 基本都发生在汉代 尚有好者 下必甚艳 既然国家给出了考量标准 人们就会去追求这种保准 道德高尚的标准 包括孝顺 廉洁 质朴 谦虚等一系列品质 只要符合其中的一条 就有被举荐为官的资格 很多人在当官之前 一直扛着道德大旗 只要当上官 就把道德大旗扔在一边 不用再对百姓体现这种道德 只要对专心派皇帝马屁 让皇帝觉得你好即可 类似这样的例子 数不胜数 小学教科书里 凿臂偷光的主人公宽恒 就是此类货色 在当官以前非常勤勉 正直 孝顺 成为宰相之后 就开始结党营私 贪污腐败 陷害忠良 在恬不知耻方面 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 往莽看似走的同一条路线 可是 等到位高权重以后 他仍然保持着原本的作风 待人继续谦卑 生活继续简朴 收到的俸禄 赏赐 以及封义所的收入 大多数分给门客 闲事 甚至还曾把自己的马车卖掉 用来接济平民 家里穷得连妻子的服饰 都衣不业地 不必惜 以至于前来拜见的客人 都误把这位身份尊贵的夫人 当成女仆呼来喝去的使唤 除了在言行举止上 保持一贯的风格 王莽在法度方面 更是说到做到 建平年间 王莽因为在朝堂中被排挤 只能暂时远离朝堂 并隐居新都 在此期间 他的儿子王霍 因为无故杀害家奴 令王莽勃然大怒 直接让王霍自财赎罪 在西汉时期 杀害家奴这种事 就像杀死一只宠物一样 即便是家奴 都不会感觉到不妥 更不会有人动用法律武器 对其进行惩罚 而王莽却这么做了 为了一个家奴 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 王莽重新回到朝堂 再次得到重用 他依然像往常一样 把朝廷赏赐的金钱土地 全部都用来救助灾民 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年份 王莽还会呼吁 其他官员一起捐钱捐地 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有人说 王莽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伪装 是为了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如果一个人 能终其一生这么装下去 即便是内心真的虚伪 那又如何 起码比连伪装都不愿意的 当权者强很多吧 此时的王莽 在民间已经被称呼为圣人 到了原始四年的时候 长安利民 近五十万人集体上书 要求朝廷封赏王莽 紧接着 又有公卿大臣 以及一群诸侯 宗室九百余人上书 要求汉平帝刘侃 给王莽加九息 历史上出现过加九息的事情并不多 除了王莽之外 还有曹操 孙权 司马昭 桓温 刘豫 萧道成 萧衍 陈霸仙 杨坚 和李渊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最后都造反了 此时 人们要求朝廷给王莽加九息 说白了 就是想表达王莽的功劳太大了 除了皇位之外 只有加九息才能配得上王莽 换句话说 人们就是想让刘家王朝让位 到了初始元年时 鼓吹刘世善 位于王胜仁的关身市民 遍布长安 洛阳等高城大义 就连刘家王朝的诸侯 也觉得 让王莽取代刘世天下 这马世是天经地义的 大汉立国二百多年以来 刘姓诸侯 宗室最大的本事 除了给当皇帝的亲戚捣乱以外 就是繁衍后代 而且 几乎个个都是超级播种机 像中山晋王刘胜那样 一口气生了一百二十个的 并不是个别现象 这就导致到了西汉末年 任刘邦当祖宗的 即便没有几十万 也得有个十几万 在数十万的刘氏宗亲当中 只有安仲侯刘虫 和岩乡后刘信 反对王莽称帝 当时 刘虫率领一百多人 想夺取宛城 当作反对王莽的大本营 结果刚进城 就被宛城军民包围 最后命丧当场 而刘信 因为有东郡太守 翟役的支持 一度声势闹得很大 但朝廷的军队一到 里面就散作鸟兽状溃逃了 除了这两人之外 绝大多数刘氏宗亲 要么觉得势不关己 要么就积极支持 王莽称帝 虽然刘氏宗亲 和当朝天子一个姓氏 但皇帝对自己亲戚 一向不好 在刘氏宗亲看来 也许王莽当政 会更加有优待自己 更有意思的是 王氏后裔 刘相 刘昕父子 还热情地 给王莽出谋划策 告诉他 如何成为皇帝 后来王莽称帝 拜刘昕为国师 也算是投桃报李 结合当时的背景 以及民意来看 王莽篡汉 一方面是出于他的野心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民意 王莽在当时 几乎是被天下万民 抬上地位的 这可能是封建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民选皇帝 正所谓 飞得越高 摔得也就越惨 当初 王莽被刘氏宗亲 抬得多高 后来 他们对王莽的恨意 就有多深 这个过程 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成为民选皇帝后 王莽不可谓 不利经徒治 从某种层面来讲 他已经摒弃了私欲 一心一意地 想做个为天下万民的圣人 在成为皇帝以前 王莽过着朴素的日子 成为皇帝后依然如此 非常掩以律己 根据这位大新皇帝的要求 魏秧 建章等 曾经美轮美奂的汉宫 都去掉了华丽的装饰 和昂贵的器具 宫廷的开销 被降到了最低点 以至于宫女内侍们 也开始享受起皇后的待遇 身上的绫罗绸缎 被粗布短衣取代 使用的漆器换成了陶器 粗茶淡饭 淘汰了精致的饮食 反正生活水平 跟换了个姓氏的皇帝一样 开始直线下降 对于随之鸡犬升天的王姓宗氏 王莽的要求更加严苛 即便被封为王爵的 最多也只分给三十顷土地 谁要是敢兼并土地人口 敢欺男霸女 敢贪污腐化 敢结党营私 那么等待他们的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所以在王莽治下 他的亲戚们 恨不能连家门都不出 否则很容易小命不保 话说历朝历代的宗室 就没有不欺民扰民的 唯独大新朝是个例外 因为敢这么干的 都被王莽砍死了 别人逐鹿天下 赢得至尊之位 无不是为了化江山为私有 从而光宗耀祖 宜则子孙 最起码也是为了自己享受 权力与富贵的荣耀吧 可这些王莽统统弃之如碧吕 那么他还费尽心机地当这个皇帝 到底是图个啥 任何人做事的背后 都会有相应的动力来支撑 那么支撑王莽 一直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呢 答案是 为了理想 西汉开国以来 从刘邦到刘巡 一共经历了七朝皇帝 历时一百五十余年 这期间 皇帝们各个都历经图治 汉朝也因此国力日盛 不断地开疆拓土 让大汉保持不败的秘诀 就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当时 汉朝内部诸侯林立 权贵跋扈 关中与关东的矛盾日益突出 域外则有匈奴 这个百蛮大国 如同一柄高悬的利剑 随时可能将大汉王朝捅个对穿 汉文帝十四年 十四万匈奴人南下 破长城 献消关 放火烧了回中宫 前锋一度兵为 长安附近的甘泉宫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历经图治 时刻充满忧患意识 才能保证王朝不倒 这样的环境 也造就了很多明军雄主 自刘巡之后 匈奴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 要么被消灭 要么投降 再加上汉室各路诸侯势力 已经被推恩令搞得土崩瓦解 大汉真正到了鼎盛时期 此时没有了内外忧患 大汉王室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失去了奋斗动力 开始了放纵躺平式的生活 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昏君不断 国力衰微 甘露三年 匈奴呼喊爷 缠于姬喉山来朝觐见刘巡 以示臣服开始 象征着西汉国势达到顶点 仅仅过去了五十年 大汉王朝就换了一副模样 人们已经重口一词地呼吁 王莽赶紧把那个姓刘的皇帝窜了 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烂到根了 导致大汉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是 土地兼并 对此 王莽是心知肚明的 不仅仅是汉朝存在这个问题 往后的大部分王朝之所以垮掉 都是因为土地兼并这四个字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 除了极少数人从事商业贸易外 绝大多数人都依靠种地为生 土地是整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 权贵豪强们的钱只能用来购买土地 种地虽然利润微薄 但盛在绵绵不绝 可传子孙万代 所以 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间 买地就成了民间最主要的投资渠道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 但有钱人都去买地 就会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形成富者田连千墨 贫者无利追之地的问题 这又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矛盾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建立起严谨的户籍制度 其目的有二 一约税负 二约兵源 而唯有将子民牢固地约束 在土地上老老实实地种地 官府才知道 到哪去收税 收多少税 等到要打仗的时候 才知道到哪去征兵 又能征来多少兵 要是没有土地这个前提条件 大家都像今天这样 天南海北地去打工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 官府就得变成睁眼瞎 税收不上来 兵也甭想睁得到 我们所知的强悍盛唐 其实就强盛在土地尚未大规模兼并之前 西汉在昭宣中兴后战事逐渐平息 过了150多年苦日子的权贵豪强 再也忍不住对土地下手后 堂堂强悍在50多年后就迅速沦亡 而黄黄盛唐在拳打脚踢弄出来个开源盛世后 土地也在眨眼间被瓜分一空 导致建立在军填制基础上的辅兵制瓦解崩溃 很快就闹出了个安史之乱 西汉末年天灾频发 朝野间又有称伪之学盛行 因此 识人普遍认为 灾疫是上天对人均失德的谴责 没准换个皇帝就能让天下百病全消 早在汉昭帝时 就有儒生奎弘尚书请大将军霍光称帝 后又有私立校尉盖宽扰要求留寻善让 结果 这俩愣头青一个被杀 一个自尽 可能是发现直接怂恿当事人改朝换代风险太大 后来又有儒生方式劝留心改元 大概是希望借此换换运气的意思 结果 留心照准之后 大汉朝该是啥鸟样还是啥鸟样 这下大家才觉得不真的改朝换代一次 这个天下就真的没救了 这也是为啥当王莽篡汉时 连大多数流性宗士都高举双手 双脚表示赞成的重要原因 但王莽心里很清楚 天灾人祸都不是王朝兴衰的主要原因 只要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哪怕再改朝换代一万次 结果还是一样 逃不开王朝兴衰周期率 所以他要干的 就是解决土地问题 而这也是他必须当皇帝的最重要的理由 王莽一登基 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改制 推行的各种新政 花里胡哨又乱七八糟 多被后人斥责为胡闹 看似毫无章法的新政 其实都是为了实行最终目的做铺垫 而王莽的最终目的 就是把土地收为国有 土地国有化 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之前的朝代 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王莽这个超前举动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社会主义 这也是王莽被认定为 穿越者的理由之一 王莽之所以想实行土地国有化 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 土地问题就是王朝的命脉 周五王搞分封制 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 商鞅变法 其实制就是拿土地激励勤兵的斗志 由撤弄出推恩令 改革避制和掩铁官营 根源也在于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 搞到更多的钱 隋唐之所以强盛一时 也是因为朝廷手握大把的土地 可以轻松推行军田制和辅兵制 王安石为啥要变法 还不是因为大宋朝的土地 兼并得太狠 再不整顿 大家都要一起玩玩了 强悍圣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土地问题一度解决得非常好 朝廷可以拿出土地来奖励军功 可到了宋明以后 人多地少 土地兼并的问题已成绝症 朝廷只好募兵 为了良想而战的士族和为了子孙后代 赚取可以传家的土地而战的士族 能比吗 王莽很显然想通了这个道理 所以一上台就推出了政令 宣布将天下田土改约王田 以代替私田 奴婢改称私属 与王田一样 均不得买卖 通俗点说 就是土地国有 禁止人口买卖 而他的矛头所指 就是占有了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权贵和豪强 王莽的设想是非常好的 把土地国有化并限制其买卖后 就可以彻底消灭权贵豪强 对平民百姓进行土地兼并 禁止人口买卖 也是出于为底层人考虑 一方面彰显了人权 另一方面 也维护了土地国有化制度 即便有人背地里进行土地兼并 只要不允许人口买卖 就没有足够的奴隶为其耕种 拥有再多的土地都是徒劳的 豪强权贵总不能自己下田耕种吧 然而理想有多丰满 现实就有多骨感 王莽的改制措施一出 立刻招致了举国上下一致的反对 几乎一个支持者都找不到 有人可能会奇怪 官员权贵以及地方豪强反对很正常 因为他们本就是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者 为啥占人口绝大多数 但却无地 少地的农民也不支持王莽 原因很简单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绝大多数的农民 一辈子恐怕也走不出自己的家乡 也绝少能跟官府打上交道 即便是缴税 扶摇役 征兵 面对的基本也是乡绅 组长 顶多是虚利 再加上千百年来 一以贯之的渔民政策和宗族观念 所谓的民意 统统可以由乡绅地主来代表 譬如说 王莽的土地国有政策 只要地主不提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这茬 只盯住朝廷要无偿拿走农民手中那点可怜的土地所有权 这一点大肆宣讲 就足以激起万千农民的冲天怒火 甚至禁止奴婢买卖这一善政 也很难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 毕竟在以往农民一旦破产 还可以自卖自身 然后勉强活下去 现在连奴婢都做不成了 难道不是朝廷在逼我们立刻去死吗 于是王莽的诏令还未出未央功 就被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给淹没了 于是王莽悲哀地发现 以前没当皇帝时干不成的事 如今当了皇帝还是一样 但王莽并没有因此屈服 而是不断地更新改革政策 在王莽的改革措施中 最遭人诟病也被嘲讽取消最多的 就是五军六管和避制改革 所谓五军六管 就是对盐、铁、酒实行官府专卖 同时官府收回铸币权 对山川产出收税 以及官营五军奢贷 所谓的五军奢贷 就是官府对物价进行管制 并以官营的低息小额贷款 取代私人的高利贷 其实五军六管中的大部分政策 刘彻当年就搞过 只不过刘彻这么干的目的 是因为打匈奴打得太猛 把国库打得空了 所以才想出这些瓜地皮的招数 以给他的未货们筹集军费 而且这位汉武帝实在太霸道 太凶嘛 谁敢忤逆他的意志 就要谁的脑袋 所以在刘彻活着的时候 就算他搞出百军牵管来 也没人敢反对 王莽之所以搞五军六管 是因为他土地国有的政策胎死腹中 便想通过这个法子迂回包抄 曲线救国 王莽发现 要直接没收土地的路子行不通 那就断掉那些权贵豪强的财源 当时像盐 铁 酒 矿产 铸币 以及高利贷等高利润产业 基本都掌握在那些豪门手中 相对于土地带来的 如细水长流般的长远利益 这些产业的经营所得 才是他们维持豪富生活 以及大肆兼并土地的底气所在 只要把这些产业的经营权 收回到官府手中 相当于要了权贵豪强的半条命 逼得他们不得不将兼并的土地吐出来 至于避制改革目的也一样 西汉流通五珠钱 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 期间筑钱无数 但朝廷的税收却越来越少 百姓更是愈发穷困 那么 钱都跑到哪儿去了 当然 都囤积在权贵豪强的手中 老王也没办法让他们把钱交出来 那就只好明抢 宣布五珠钱统统作废 以后大家再买东西 只能用大小钱 没过几年 他又发现新发行的大小钱 也都被权贵豪强赚去了 又悍然宣布废除大小钱 新发行了货权货部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大新潮十年间发行了三回新货币 就像土地国有政策 根本推行不下去一样 无论是五军六管 还是避制改革 王莽的初衷都是好的 但是在执行层面 全部都不到位 比如五军六管 王莽本来的目的是断掉权贵豪强的裁员 结果 后者与贪官污吏勒勾结 采用多利空布 俯藏布实 收件卖柜 甚至是以建价抢取民财等办法 将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头上 到最后 连饲养牲畜 打鱼砍柴 乃至养残 纺织 缝补 直到衣物补助 都要收税 而且调法科系 处罚严酷 搞得民不聊生 而本来应被制裁的权贵豪强 却借机赚得盆满钵满 开心得不得了 于是 本应为善政的五军六管 就成了对平民百姓的暴政 无辜的老王 再度被千夫所指成了大暴君 再比如 避制改革 王莽三天两头地宣布 大家手里的钱 以后就不是钱了 当然 让那些权贵豪强损失不小 但金属货币本身就有价值 同时 他们还可以利用特权 在新的货币体系下 大赚特赚 所以 这部分的损失 远远达不到 让老王期待的 买房子买地的程度 可问题在于 权贵豪强 能够承受得住的金融风险 对于平民百姓而言 就是一场 足以吞噬一切的金融海啸 全家省吃俭用 积攒下的一点点钱 转眼间就一文不值了 那还怎么活 以前还能卖身为奴 现在连这条路都被堵死了 如果不想沦为流民 婉转死于途 那就只能造反了 于是 天下风烟四起 王莽在一片骂声中跌了下来 在近代之前 史书中对王莽骂声一片 而且光骂还不解恨 又大家讽刺嘲笑 仿佛谁不把王莽当成个蠢货 谁就是个同样的蠢货 尤其是儒生们 骂得最狠 而王莽本质上就是个儒生 儒家追求入世 所以从他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开始 就周游列国以求做官 还得做大官 认为唯有如此 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结果呢 却是四处碰壁 落得个颠簸流离 游说列国 黄黄如丧家之犬 不可终日的下场 从先秦到近代 儒家的各种圣人 贤人辈出 以至于文庙蹲在孔夫子身边 赴死的名额都快挤爆了 不仅如此 自从刘彻搞出个罢处百家 独尊儒数以来 能积身朝堂 手握治国理政大权的 也就只剩下了儒生 不认孔夫子当祖师爷的 统统有多远滚多远 可是 在这两千多年里 那么多圣人贤人 名臣名相中 又有谁推行过真正的儒家制式理念 想这么干的儒生 想必如过疆之计 但刘荀说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润德教 用周正乎把这个汉家换成唐家 宋家 元家 明家 清家 大体上也是不会错的 也就是说 历朝历代推崇儒家 其实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 说好听点叫外圣内王 不好听的就是霸王道杂志 关你们儒家什么事 而儒家之所以能历经两千年而不倒 关键就在于全辩二字 说白了 就是只要你皇帝愿意挂上儒家的羊头 实际上卖的是啥 我都当没看着 而且高举双手 双脚支持 后来 儒学大家诸息 干脆搞出了个存天理 灭人欲 什么仁义理之信 统统往后靠 高挂忠孝在头前 把跪舔之姿演绎到极致 而孔夫子创建儒家时的政治理念 就是法先王 就像他说的祖术姚顺那样 反正姚顺文武时代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都是值得儒生一辈子去追求的 到了后来 这一理念就演化成了复古二字 但姚顺文武的那些东西都太过于遥远 又被儒生鼓吹得过于神话 但凡脑子没进太多水的帝王将相 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过于理想化的鬼扯 所以 孔子才会沦落到丧家之犬的地步 所以 他的徒子徒孙哪怕再会全变 也避免不了被当个羊头高高挂起的下场 而从古到今 信了法先王的邪 而且身体力行地将其付诸于实践的 唯有二人 其一是王莽 其二是朱允文 脱了朱弟和方孝如的福 朱允文的身后名还算可观 而王莽就没这个运气了 毕竟最开始狂热支持他的大儒刘新 最后也造了他的反 王莽改制固然有现实的需要 但根本的出发点 还是法先王那一套 比如改思田为王田 甚至想赴景田 比如把朝廷机构 兵制改成西州那一套 比如重新划分郡县 将地名改为古城 比如变更蛮夷的族名 首领名号 匈奴蝉鱼被王莽 弄成了降奴浮雨 高沟黎变成了下距离 而且风爵统统由王将为猴 搞得四边蛮夷怒火滔天 很显然 王莽搞的这一套是不合时宜的 而且他的理想越崇高 初衷越美好 实践起来就越发的不合时宜 因为那些关于先王的传说 本身就很可疑 而且即便传说是真的 不也是很快就被李崩乐坏所取代了吗 更何况王莽又是个真正的儒生 而儒生最大的优点在于说 就天下无敌 最大的缺陷则是干就无能为力 所以即便王莽的改制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他也不具备足够的执行力 所以他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但无论王莽干得有多蠢 败得有多惨 他都是个有理想 且终生致力于将理想付诸于实践的真正的儒生 起码在这一点上 他就比儒家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圣人 贤人们绑在一起都要强上百倍千倍 从初心角度来讲 王莽是一个好人 但不是一个好皇帝 他只有远大的政治理想 没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武力手段和权贵支持 在细枝如丝的权力世界里 皇帝纵然万人之上 但也需要贵族豪强把他抬上去 如果自己能驾驭得了贵族豪强 使得自己的惠民政策能够推行下去 这样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 如果驾驭不了贵族豪强 让本身立民的政策 变为搜刮百姓的工具 就算不上是一个好皇帝 只能算是一个好人